因为不满改建之后的屏东双园大桥仍然没有引到可以直接通往屏东县的新园乡 有十几位新园乡民在香带会主席的带领之下 上午就在双园大桥通车典礼上面闹场 抗议的民众呢不但在行政院副院长陈冲以及交通部长毛治国 致辞的时候大声叫嚣 还企图冲入会场 当场就跟警方发生推击冲突 后来在毛治国表达歉意并且强调会尽快找地来建引道之后 这个抗议才搞落幕